如果他不承認BNO作為有效的旅行證件 如果有一個香港人拿著BNO 例如英國 他回來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會持有BNO護照的人 有什麼後果呢 如果這個BNO他走到英國住 他拿著英國證件 他在歐洲玩 沒問題 像荷蘭法國那些當然承認你是英國的旅行證件 沒問題的 但你回來香港 如果我們香港是應該配合外交部的立場 港澳都應該的 如果外交部決定不承認 我們都不承認 這個入境處做法就是通知所有的國家 至少香港的領事館 名譽領事 跟我們有接往的 告訴他們我們不承認BNO護照 通知所有的航空公司 旅行社 我們不承認 即是為了一個持有BNO護照的人 他發覺沒有問題 但他回香港去買機票的時候 因為航空公司收到指示 香港說不承認這個護照 你沒有別的護照 是吧 他不可以憑BNO護照回香港 當然你說我是永久性居民 是 我有身份證 我有身份證 但通常航空公司 不看你身份證 嗯 他看你拿什麼護照 和去哪個地方 有什麼入境去過 即是有沒有免簽呢 有沒有工作簽證呢 是這樣的 是吧 不是人人都認識你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那會不會可以呢 即是他去的時候用BNO護照 但回來的時候用特區護照呢 這樣賣機票 很多人有兩個護照 是 很多香港人兩樣都拿的 即是現在當然持有特區護照 比BNO很多 是 將來如果想去英國定居的人 他就申請 或者他不用申請都去到 是 很多香港人是這樣的 甚至三本護照 加拿大護照 澳洲護照都有 嗯 那你就是什麼 你回來香港 BNO 如果我們說了不承認 那你要拿 你要證明你有居港權 是吧 那其實呢 很多網民都有興趣知道 因為呢 如果他這麼想移民 就任由他走 我們香港都可能未必想要他 那不如如果他拿著BNO 即是現在申請去五年了 那之後六年之後就入籍了 其實我們有沒有辦法 可以取消到呢 他現在那個特區護照 甚至乎他香港的居民身份 我們不需要獨自做什麼 因為現有的法例已經是有些規定了 這個就是中國國籍法 是 中國國籍法 第九條已經說了 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 自願加入或者取得外國國籍的 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法 是 即是如果一個BNO 去到英國住了六年 他拿了英國公民身份 British citizenship 那你根據第九條已經喪失中國國籍 那你的特區護照就沒有效了 是 因為符合拿特區護照的資格 就是中國籍兼永久居民 是 是 所以你看看我們香港很多印度僑民 他有永久居民身份 但是他持有印度護照 哦 他有權回來香港 但是他沒有權拿特區護照 是 更加不用拿這個回鄉證 那當然不可以 那對於居留權有什麼影響呢 長遠都有影響的 是 因為你知道根據《基本法》 《基本法》的第24條 是 有六種人有居留權 香港居留權 第24條 基本上就是 兩大類人 一種就是中國人 一種就是外國人 是 外國人就是怎樣呢 就是 在香港住滿七年 或者他在香港出生的子女 未到21歲 還要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 嗯 因為這個規定呢 我們九七年的時候 就定了一個法例 是 在入境條例 附近一 入境條例 附近一 說了 外國人呢 如果他是有居港權的 他離開香港多過三十六個月呢 他就 喪失他的居港權 嗯 那換句話來說 一個BNO 如果他英國入了籍 立即喪失中國籍 他的特區護照呢 被我們查證到會取消 如果他要保持香港居港權呢 他三年內一定要回來 哦 三年內一定要回來 是